70后给钱就干 80后给尊重就干 90后给什么都不一定干 70后请假是因为父母不舒服 80后请假是因为孩子不舒服 90后请假是因为他自己不舒服 00后请假是因为他看你不舒服 谈点00后整顿职场明场面 你要脱下大板说 你要带他 老板说今天提到眼空50啊 我干了 老板说下班别走先开个会 又开会 我干了 老板说 别说 我干了 来客男老板加个班再走 不加 别废话了你干就加 一到下班就加班 我就起了怪了一天发 什么够你安排的 非可下班的屁事就来了 你这不是还没走吗 是我没走吗 你拦着不让我走的 我挣点钱我容易吗 我我天天一下班就跟住这一次的 我已经给你加了两个星期的班 哎假你看我就可以 你看看 这个项目很急 很急有多急 甲方能大半夜给你签合同了 竟然这些没用的 洗开有什么事明天上班 你让你家欺负人了吗 我好不会等到提前日 你让我去货外团件 你真的是冰箱下班 不是这些人的大理都在当事 这是话 这是未来的 你们帮手 你要是傻的 我可能让你家大病 你自己用最大的放手 话说这么好听 你的投资运动性还要大 团结都执着弄歪 你能不能好说 帮手帮我都执着弄歪 你给我闭嘴 我说我干就不干了 放过你们 都不买了 你想找我出事 你签了钱呢 今天公司不下吗 今天你必须 把我上位建制钱给我结了 你穿老挤 我告诉你啊 一开始我就没打算给你公司 你听听吗 那你要是说这话 那我就谢谢你了 你要是说这话 那我钱不就来了吗 你什么意思啊 你不开公司 我就重裁你呗 就你们这包领了以后 动不动就劳动重裁 你以为我怕你 再说你有那个时间和精力吗 巧了 我难过上月刚考完律师证 正好拿你练练手呗 我告诉你啊 咱俩说话 我已经手机入黑了 等着问你就 我看你的简历 感觉你差点有错的 你为什么要选择我们公司 因为只有你们让我来面试了 那你觉得你个月 能拿不好工资吗 我觉得 现在还能我自己订工资啊 最好能给我分点股份呗 如果我们家的工资好好干的话 你让我们的工资 可以扔到一万家 好 我也相信我来到公司 工作一年之后 一定能带公司 走进世界五百墙 做大做强 那个不好意思啊 我们可能会 有点考虑有什么经验的 我没工作哪来的经验呢 你要有经验 我常用你啊 是不是我来招职员工作了呀 啊不是 那个你们公司工作范围怎么样啊 我希望每天都能有下午茶 然后 不好意思 你可以不要打断我说话吗 晚上五点钟 必须要准时下班 然后周末必须给我双修 我不接受任何行车加班 这是我私的时间 那你能给我们公司带来什么 公司业务方面我可能不太熟悉 但是我熟读劳动法 训言呢 我仲裁了三家公司 高倒闭了四家公司 全是求求工资了 明年的事结束了 你别走 那我面试过了吗 我面试也来上班了 你为什么到底就下班了 因为到点了 我的意思是你为啥不加班 因为下班了 那为什么别的同事不下班 因为他们都在加班 那为什么别的同事加班 你不加班 我不想加班 为什么不想加班 因为下班了呀 下班了就不能加班吗 能 那就赔你去加班呀 我下班了呀 工资我们只能给你开到五千 昨天打电话聊到五十八千嘛 你们挂了一十八千到一万 怎么今天就到五千了 是这样的 是哪一样的 昨天我现在没有跟你交流过吗 没有跟你再来确认过吗 这个堂局是不是你吗 是的 是的 我是 我从家里到这里要两个小时 你才聊了几分钟 你这时候只能开到五千 你一个小时变身二十个人 你隔着刷业绩呢 不好意思啊 我们 不好意思就完了 你到省事儿 小伙托一动无差别发送 我会过来全世界上 不是一部府真有你的 呦 实在是 实在是够傻逼的 别人的时间不是时间是吧 你六点下班对吧 还有一个小时 我在这里等你 不好意思啊 我今天加班可能要到九点 第一个人等我做一半年都怎么样 呃 我先来 呃 来工作两年了 很高兴认识了 热热不热人的保安 气软拍影的管理层 只看关系的烤鞋员 不给报销的财务部 从募出现的董事长 沾心带购的保洁员 经常找茬的王经理 见李就校的郭主任 自认高超的出纳员 这一年你们完美诠释了 什么叫鱼龙混的 乎白屋呢 什么叫人议群 都不合之众 课本上解释的都没你们清楚 各位受累了 明年我就不和大家一起高救了 但是工作上我们还是会有往来 免不了各位到时候多多配合 尤其是各部门负责任何董事长 我摊牌了 我要去事务局工作了 哎呀 大大大大 别傻了 还你吃 吃饭了 别给我整个没有用的 我要查你 别发呆 团点零零后 整顿职场明场面 上班时间就睡觉 公司你家开的呀 我给你做老板吧 太困了没忍住嘛 你们一回也就算了 你从12点钟 没到2点半钟 哪家公司是两个半小时休息啊 我就多睡了半个小时 什么大不了你扣我一天工资嘛 那你说的不是我扣你工资啊 知道那我先走了 你走什么 你们现在到下班了吗 你不是扣了我一天工资吗 现在我今天没上班 没上班我来公司干嘛呢 喂 你们这些人都 上班刷抖音 工资白给你开的吗 我没事刷抖音怎么啦 一个月两千万 还给你卖命不成 出来工作 人一是梦没了就退一步还 你怎么不退呢 你怎么办呢 我作为贵来人啊 吃的饭瓶 吹的烟多多 有有有有 你怎么没成事啊你 会不会做贵来人 这嘴太硬了吧 这林立后 这还差过 来过来贵子停 你弄不加班 为什么不干活啊 我们都在干活 你就站着看着 谁做不到 那PPT是我们做的 策划是我们写的 从拍摄到剪辑 你都做了什么 你们有困难啊 我没给你们解决吗 每天还陪你们加班 那困难不都是你造成的吗 而且我们需要你陪嘛 再说了你 让加班不都是做给老板看的 你有这时间 还不如多回家 陪陪你老婆和孩子 我下班了 你能不能起步一点 你老年吃饭 上班时间不开 不要等到下班 你上班我都做 我再教你做人 你也过去 还不如你吃饭的 老板给我换的饼 还给我换我的鸽子 还不够我吃吗 你下什么下巴 你上班我的鱼 你上班要化个水 江湖化个火 和他给我天然气 都跟我吵过 再转没把我开一个呢 你让开两天走开 看门的狗 不当过下班的路 你好 你有脸来啊 昨天你人呢 回家了 别人都在加班 你请假了吗 凭什么呀 昨天周末 我有必要请假吗 以后学用物矿工 罚款200 帮我查个东西 领导强制员工996 最高罚多少 员工怎么顺序 什么啊 什么996 没什么 我不发你钱了 行吧 不是钱的事 我学习学习怎么维权 我错了 行了吧 错哪啊 你别得最近成 进场 对不起 刚刚最别打上床 看门记着我就离职 一会把离职通知发给你啊 为什么离职啊 面试的时候说好了 每天工作9小时 现在每天干9个半小时 这不是强制加班吗 哪强制啊 不是给你加班费了吗 那也要看我想不想加班吧 你们加班费一个小时才10块钱 我躺着不香吗 公司规定 提前一个月申请离职 你要干到下个月的今天 不然矿工开除 有没有听我说话 离职通知已经发给你了 餐厅后我自动离职 要是敢乱扣工资 我们劳动仲裁见 你说开会呢 你人呢 不说开会吧 人呢 现在有点事 你有没有时间关键 你有事你不早说 你让我们这么早在这等干什么 给老子过来 我不管啥 现在过来开会 等一会儿 不等 过来 现在 挂电话 辞职 车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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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干 加班 下辈子吧 回家呀 我干完了 干完了 你没干完吗 你加班那么多天 你业绩有变好吗 大家都在加班 是不是因为工作安排不合理 我都没有安排 你天天加班 你有考虑过 你老婆孩子的感受吗 你好好想想吧 我先走了 下班时间开会 我来就不错了 他正义都可以吃了 我为什么不可以 我也没缺席 六 辛苦一点 公司不会亏待你吗 对 颠颠颠 您现在花饼 可都不太撒盐的了 以前还说找公司 发奖金的 现在呢 提都不提了 蒙谁呢 发死了 话不能这么扯啊 至少公司还是按时给你发工资的 是不是 别领导 您现在发那是工资呢 那可是我的 那个窝囊费 行 你不加班是吧 那你把工作带出去做去 妈呀 你这算是打的 房市人见了你都得可量 打工 这活还不是因为你拖到现在的呀 领导 你要 你要实在不行 你去干个副业吧 什么副业啊 拿你脸上掉的皮去修长城 那肯定搞个结实搞个后面 你 这什么玩意 上回 又知道 天天知道 昨天你说不老奶奶过马路 前天你说大车被自行车给断了 大前天你说平时 你早五点就麻烦 你今天要什么借口啊 那我们平常加班的时候呢 什么加班 昨天加班你说我们月底抽业绩 前天加班你说其他部分太忙了 我们都干一点 大前天加班又叫我们月底抽业绩 今天加班又是什么理由啊 团点00后 整顿职场明场面 这个中午团队啊 所有人都要去 不去 周末有事 那你什么事情 比公司团队更重要 有点团队精神行不行 一到周末你就搞团队 你查黄历了 还是你太太给你拖梦了 周一到周五就没有黄到几日了 还团队已经少了 CPU啊 你看看哪个人有怨言 就你有 谁敢有怨言 团队不来 就是矿工空工资 我看你带着裁员任务 在这团队 不是你闭嘴 你领导也没事做了吗 干你活去 你你你屁又没有 这都做得骂 你没办法做吗 你一出的就是老板 你骂什么骂 没多出没出 是会不会交会不会交流啊 不是我没事 是我不会交流 哦我告诉你 我是出来打工的 不是出来挨骂 你当时老板了不起啊 你默契上别穷了 懂不懂 有事 加班免谈 快递自己去拿 报销单 爱找谁天找谁天 小办公室打算 你再请阿姨去 买下午茶自己去点外卖 我怎么现在让你 干嘛呢干嘛呢 你已经是个快四十岁的人了 怎么连自己的事情 自己做到底都不明白呢 如果不想干这不想干那 你每天起床干嘛 穿衣服干嘛 走路干嘛 不如刚躺着睡一天得了 周末把所有事情都干了得了 你这种人清醒 是负担呼吸是累赘 我二大爷 他小姨子的外甥的 堂哥的舅舅的儿子 同事的邻居 前两天被车撞了 住院了 每天干的事情都比你干的多 女娃到你的时候 不是给你车胳膊小腿了 还是给你干活神经冲走的呀 下班 你到底是下班啊 废话不到点下班算早退 等下等下别先别走 有个片子需要改一下 不是中午才要吗 年轻人工作上做好 做天练 咋的你活不到中午啊 现在零零后工作都什么态度啊 习惯 那个领导 我想跟你说个事 说吧 什么事 那个我想辞职 为什么 我每天熬夜加班的 我身体扛不住啊 想想点理想啊 我理想 我理想就不上班了 不是 再说了 那两年了也没给我涨过工资啊 什么意思啊 上班就是为了钱 那不然为了养你 那不然为了养你 还有什么 你先说一下 那你为什么选择来的公司 不是你一给我打电话说 让我来你公司面试的吗 那如果说法力 就像是比较麻烦的时候 选你 只想在上班 你知道我自己是谁 那我在上班的时候 偷打你能接受吗 好吧 我看你投资也比较你腻 应该比较适合我们的那个销售部门 咱们销售部门的体验 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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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拿着 实际上有什么问题 是挺好 但我不是面试咱们并贏的问题吗 是因为像你这样 就是没有经验的大学生 如果说没有经历的话 就是没有办法用这个问题 我没有 其实但是我可以学呀 因为现在咱们这个运动门已经满了 销售港的还有空缺 要跟你考虑一下 那你销售不能满了 你为什么还挂在那个应聘的网站上呢 而且跟我事先 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也能说很清楚 是可越难面试的 那你没有这个空位 你干嘛让我白过来跑一趟呢 你们这些零零库 刚进公司 也有也有不熟悉 能力能力还差 第一集的门店错误 你弄得错 错误了 我怎么改呢 你说怎么听 我说一两句 你还不乐意听我什么 你是穷本是没有你 你脾气还大 我就是路都住了 我都不如你好 你现在是犯了错误了 还有理是吧 错了就赶过来 别骂什么骂 没素质没礼貌是不是 你今天妈没消理 小孩没有懂礼貌 要不要我再消你 你妈走了 不要跟00号客套 因为他们真的会当真的 就是我团队里面 找了一个00号的摄影师 然后我跟他说 我这个部门里面 没那么多的官僚主义 到点了 该下班就下班 不用看我的脸色 他现在每天58分 就把电脑关了 我还跟他说 平时你怎么摸鱼都可以 但是 我就是把工作交给你之后 反正你自己 安排时间 举个例子 我星期一交代给你 那我提出说 我周五要 那你一到星期 失去摸鱼都没关系 反正周五给我就好了 于是他从周一到周四 每天就在那看小说 等到周五下午五点 再开始忙 一个小时就把一个星期的活就 干完了 然后到点了 六点了 他就叫我审核 然后他就下班了 然后他就下班了